這段影片繼續感謝西甲足球學校對香港足球系列的贊助 Youtube經常播的,我被施丹玩 我玩施丹的,他不播 踢球的時候,最高月薪可以去到甚麼順平 年薪,年薪七位數 香港足球最大的問題是甚麼呢? 就是人都不知道問題在哪 所以你說香港足球有沒有足夠呢? 暫時來看,我覺得很難救 系統各樣東西變不了,很難救 今天看房子來到天后 有錢嗎? 出了消化卷 喂,你好 初次見面,你好 沒有啊 但我看房子,有錢嘛 剛剛出了消費券 消費券就對了,看房子就對了 夠搭車嘛 來吧,帶你去我公司,去走一走 你挺高的 我前一段時間跟我朋友聊天 他說有一次在小巴撞到你 他不知道要不應該和你打招呼 因為他的感覺上是覺得 你是一個前港隊隊長 一個香港的傳奇球員 現在好像有點淪落到 可以這樣說嗎? 淪落到為何做地產經紀這麼坎坷呢? 你怎麼看? 我覺得普通都是打拼工的 本身我真的沒有做生意的想法 因為真的不太懂得工 其實我覺得地產和球員很相似 都是自己做自己的事 雖然你說球會是一個團體 但是很多時候都是你要怎樣增值自己 你這個自身的經歷 算不算是整個足球架的一個縮影呢? 其實是 所以我經常拿我自己的經驗 現在的經驗跟別人說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例子 首先你覺得會不會好像踢到我這樣 踢到那麼多年 不要說踢到你不聰明 如果不行的話 其實你都見到我 我也是出來做事 就是球員現在很享受足球 我覺得OK 但是我覺得都要面對現實 就是怎樣增值自己 那滑踢球的時候 最高月薪可以去到什麼水平? 去到什麼水平? 連身 連身七位數 我覺得像我才這樣 其實前幾年很多球員 你說五六萬元一個月很閒 其實打後備都有 只是市場就不走 什麼保障球員 沒有保障球員 只有球員保障到自己 以前的前輩的心態就是靠老闆 看看老闆看不看你 我發現老闆也未必會看你 真是說真的 信自己好過 當你有能力的時候 你自己靠到自己的時候 那些人會想認識你 足球還是地產? 足球 生子還是女? 兒子 你兒子做地產還是足球? 足球 東亞運金牌還是半輩半軍? 東亞運金牌 如果讓你選擇一場 你踢過去比賽 再踢多一次 你會選擇哪一場? 我想我也會選擇對王馬 我想一想 會不會踢東亞運決賽 又不會 想一想踢王馬好一點 王馬難忘一點 那時候你的心情是怎樣 腳震的? 沒有腳震的 很興奮的 說真的你沒有腳震 挺搞笑的 我們是主隊 在我跟衣室走出來的時候 那些人歡呼 又不是 接著會噓 對不對 然後他們預計是會迫走出來 因為看到我當然有很大的落差 就噓 我覺得很奇怪 我們是主隊 但我都明白 比我都會虛 差在別人扔東西 踢球的畫面 現在的腦海還記得嗎? 有沒有很深刻 我玩阿斯丹那些 他不播嗎? 你說長球有些位置 好像你說佛球 我們排人場 多害怕 卡路士拿著球 幾位想走 但又沒有 我們長高的要做人場 打後位 就被迫著吃 怎麼那球是迫行射的 你們有沒有印象? 我不記得 總之 那一刻 我是說你射入好 不要射中我 射中有人拍手 射中我 射中我 當然是覺得可惜 隨時抬出去 差別人射 兩個回去 迫行射 這個球高了 所以那一刻是有點害怕的 其實長球的質素很高 當然不是因為我 對面 他剛剛六條煙 是出打正選 變相 基本上 每一下碰球都是焦點 加上我也是 我記得上半場已經4比2 上半場4比2 下半場沒有球 下半場當然 對面也換了些人 我們也換了些人 但起碼我踢了 我踢了60分鐘以上 至70分鐘 入球球球真的有20萬嗎? 沒有球球10萬 10萬球 真的嗎? 整隊分 只是我 西甲 西甲 西班 西班 次指頭1 頭2 頭2 頭3 你給私紋還是私紋 私紋 中 bones 印象最深刻的也是 你被私紋過 私紋 disk住心位的球 其實你想搶 mic 無能否犯規 我想搶碼 搶不到我想犯規 兩個都做不到 這是�외亞洲聯合財務的 慢鏡重溫 這個球馬斯丹比 進去很漂亮 再射的時候 這個弱 corri度也很爽 是慢鏡 我們再看看 我想我算是對球星或外隊 都算多的香港球員 但我每次對完這些 眼光都放大了很多 因為原來水準真的差很遠 可能香港平時 基本上我一買去撞 是牆壁都倒的 反而撞 斯丹不倒 對王馬那場 我記得斯丹下半場 有幾球是做一些花孝夜 扭一下球 扭一下球之前 就是你那一刻想吃他身位 之後又想犯規那一球 被斯丹扭過那一球 你感覺到他是不是有點生氣 所以想扭一下 我想同德他踢球的後衛 我想都是這樣 我也算斯文 在電視看見 其實斯丹是很柔軟 很簡單的那些 但你實際上去撞 你感覺到那些力量也很厲害 因為老實說 我對外援多 即使你在香港 我對對手大部分都是外援 有些外援我撞過去 我感覺到其實都不是很實正 我剛才說到碧咸那些 有一撞 林說真的 不同的 但斯丹那些是感覺到很實正 斯丹是很好的 因為我們一定去換球衫 我們一定不會這麼傻 等完場才換 半場入根詩西的通道 已經追著他們了 其實 斯丹很好 沒有的 Toto和我們兩個隊友換了球衫 他不是換是比的 上半場有一件後半場有一件 我講完和馬 另外一場 當然要講阿根廷 那時候 你做訪問是說 跟到尾斯 雙眼跟到 你那時候是 狡激說 還是很認真去 快 真的快 你猜不到這麼快 那邊的 那邊的 其實看得到 看得到 不過我不太快了 真的 我的眼睛是跟到的 你給人家知道多少球 其實三球左右 總之你上半場已經是剛好做到 我也不知道為何 大家都是人 有腳 但是他快那麼多 那些動作 希固欣 希固欣也是我平時電視看他很慢 原來他真的不動 但是他埋門 各樣東西的水準很高 出腳各樣東西 所有東西很快 所以說那個水準很高 迪瑪利亞就沒什麼特別 沒什麼特別的厲害 沒有什麼驚喜 也是厲害的 本身也很厲害 所以是不同的 那群牙筋亭 真的真的厲害 那場球你覺得 誰是最難守他的 是不是也是美斯 美斯踢了20分鐘 20分鐘 難守一定是難守的 希固欣我猜不到 希固欣是好球 真的猜不到 他是射手的觸覺強 射手 賣門那一刻 那些東西 出來拿位 真的很高質素 真的 告訴你 真的不用動得多 動得對就行了 你有時候對著這些就知道什麼叫踢球 我踢那麼久都是街球 那你那場有沒有交換球衣 我好像跟沙巴尼打 沙巴尼打 我好像是 你交換球衣的時候 你已經知道他是誰 還是交換員才知道他 我知道 之後交換員就問我 你現在是誰 你拿完球衣怎麼處理 回家洗 第一件事 會洗的 當然洗 沒事 一定洗 第一次洗 不是我覺得 很多人都覺得 要保留汗味 神經 每人都會出汗 有什麼特別的 女兒就說 她們浪費 是不是 搞笑 怎會不洗 洗完放去哪裡 放在家櫃桶 櫃桶不會畫出來嗎 當然不會 哪有這麼多位置 整個都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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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現在拿了多少件球衣 放在家 現在只剩下 大巴拿 上次祖恩達斯 大巴拿也是我踢之前 我換球衣 我也不知道是誰 我是問人 那個10號是誰 挺好球的 大巴拿 阿根廷那家隊 他趕完 我就跟他換 完了一場 我真的通道 大家跟醫室 在門口那裡 我當然要換球衣 看誰過來 剛好見他 我跟他說 我兒子很喜歡你 真的嗎 不是啊 我都不認識 我兒子怎麼認識 我兒子不看球 我兒子很喜歡你 我也是 我換球衣 然後又脫了球衣給我 我跟他拍照 不好意思 又騙了他 希望他不會聽中文 是不會聽的 但我這麼真誠 我眼神 我可不可以替你換球衣 其實我真的不認識 進攻 通渠 哇 停賽兩年 踩球車 還是直球 踩球車 這條影片之前 我IG收集了一些問題 假設 如果你有機會 有人邀請你踢港招 你會不會踢 看看哪隊 真是說真的 有些人找我踢 他純粹是想找我踢 他對對球沒有幫助 雖然我對對球沒有幫助 但我最後踢夢想 或者踢飛馬 其實我的作用不是幫他贏球 我會令球員 怎樣成為一個好的球員 這件事我會自己做到 為甚麼呢 起碼我會落場 或者我在訓練裏面 我會做好給他們看 令到他們的心態有改變 因為很多東西 其實都是說心態 你踢後衛的時候 有沒有說哪個partner 是你夾得最好的 你知道好 你知道最好的了 哪方面好呢 大家都不用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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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知道我 他在後面會爆 這個球我會頂到 基本上不用說話 是去到不用溝通的地步 我曾經先遇到你的 有一點不信心 希望明天會跟校 你現在是不是出書了 我輸了 我放在這裡很久了 個個都有自己的工作 其實只剩下我在對稿 對了三分之一 因為我經常都很懶 都是不好意思的 我也覺得不好意思 但那份稿就放在這裡 那不可以不出 別人幫我弄完 我的兄弟姊妹幫忙 其中一個原因 會不會是怕你忘記了 一些很重要的踢球記 回憶畫面上的東西 其實你說重要的東西 應該會記得 最怕可能有一些細節上的東西 我覺得去到每個年多都會發生一些大事小事也好 但是我覺得可能小事大家可能會忽量 又或者當你記得那件事的時候 你未必會有很深刻的感覺 因為可能那件事 對你記的時候可能很模糊 反而可能你會有本書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照片 你會感受會深一點 我覺得還有 因為有些東西是我透過我的口去說 可能沒那麼全身 可能有些人見到那本書 可能我的兒子 可能我將來的媳婦 見到那本書 可能有一些照片有一些字 他會了解我多一些 了解我當時的我 好過我的口說自己多厲害 通常我都說你自己看 自己上網查一下 你自己上網查一下 應該到你讀大學的時候 都還沒看完的 我告訴你慢慢看 你行的 比零和中國還是東亞運賽賽贏日 贏日本 開完早單還是廣播沒有關聯 廣播沒有關聯 TVB還是Vue Vue 提示一下 難一點提示 TVB還是Vue TVB 外流還是香港絕劇 當然是外流 你怎樣看現在的港隊 因為最近港隊的表現又很好 港隊嗎 我覺得沒什麼變 都是臨時拉夫那些 因為本身 你說請我教練回來 什麼戰術都好 本身我球員的基本 水準都不到的時候 你說什麼戰術 我經常都說 是不是 完全浪費 所以我覺得資源是很浪費的 當然不是浪費在球員上 我浪費在教練上 完全是很浪費的 方向都錯了 完全是 香港足球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人都不知道問題在哪裡 所以其實你說香港足球有沒有救呢 暫時來看我覺得很難救 系統那樣東西變不了 很難救 我覺得他不是想一個 一個方法是 完全支持香港足球 他就是想一個方法是 我支持香港足球得來 我又要不被人罵說 偏幫香港足球 但我覺得有時的事就是偏幫 你要發展那件事 你就要偏幫 是不是 你喜歡無緣無緣無故拆掉那件事 建屋都可以的 你政府 是不是 你說有市民需要 要住屋需求都可以的 但是可能對本身住在那裡的人 來說都是不公平的 球員本身好像 不要說我 大部分有十幾二十年職業的經驗球員 這些經驗不是說你去讀幾年書就有 你做幾年教練就有 這些經驗是真的我們用青春累積回來的時候 你不去留住的時候 就沒有了 那你怎樣去教下一代 哦 教下一代是靠一些 即是我不是貶低其他教練 你靠下一代純粹教一些我考過教練排的人 這樣去教 那就完結了這件事 我覺得不是 所以我經常覺得 經常說幫香港足球 我覺得他不是幫 是怎樣把問題 對啦 不會化大 但其實大家都看到問題在哪裡 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這個香港足球系列 就記得訂閱給個頻道 給個like share這條影片 還有有什麼說都可以留言 這條影片就是這樣 完 那你現在上班是坐車 自己開車還是 坐車 過海沒有人開車 對嗎 尤其是如果坐車 坐一小時左右 坐車時間才好 可以考慮 什麼都可以 考慮睡覺 聽歌 看什麼都可以 看你的頻道都可以 好啊 看你的頻道 坐車天天看都不錯 再次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